陈秀燕及其市政团队三位副市长 杨琼英副市长 陈子敬副市长 令狐隆达副市长 以及黄崇典秘书长 非常重视台中市的安全 那我们一定要打造成一个安全的城市 让市民能够安心 安居乐业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 在急速发展的过程当中 市安跟公安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有这方面学经济完整 我们需要在这方面 有专业 有能力 有口碑的高手 来为我们打造我们台中市 成为一个安全的城市 陈子敬副市长 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外交部的次长 外交部的次长 他是我认为 对我们政府的官员当中 最具有国际化 最具有国际事务能力 最能够接轨国际 能够对接国际事务的一位官员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的资源非常有限 所以每一位外交官几乎十八般无意都要贵 所以令狐副市长他在他的外交生涯当中 代表我们的国家 他在我们国家的外交国际事务的推广上 在经贸事务的推广上 在文化事务的推广上 在农与产品的推广上 在教育的推广上 他都要代表我们国家对接国际 在文化事务的推广上